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干燥 干爽的这种感觉 那么在星期一的低温只有华氏72度高温是华氏98度 那么这应该要感谢过去这一两天所经过的冷风 那么下雨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又会回来 所以希望这个下雨的机会每个星期都有 能够帮休斯顿以及德州的地区解除干旱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 在Harris Company东北边的地方 这是有许多树林 警方表示他们接获报案 说附近的邻居听到连续枪响 那么当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16岁的男孩倒在雪薄当中已经中枪身亡 现在警方正在调查 那么根据目击者表示当时有数名青少年在这个树林中聚集 好另外在星期天凌晨的时候 警方表示这是发生在Meet Town 有一个枪击案造成一人在送医不治身亡 另外一人则是受重伤 那么被起诉的两人则是一对男女 发生的地点是在McGowan Street靠近San Jacinto的地方 另外也是发生在过去这个weekend 靠近就是highway6的地方 警方表示呢这一个van 他在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结果开到highway6旁边的大水沟当中 结果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送医治疗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起意外 另外的一起意外呢 则是发生在Boway 8和Greenshot的地方 这是一个连环车祸 那么应该是在Pasadena的附近 那么是发生在昨天下午6点 根据目击者表示 一部银色的四门轿车高速的闯红灯 结果狠狠地撞上了另外一部车子 结果造成轿车中的两名坐在后面的乘客呢 从车中弹出不幸身亡 那么非常的明显哦 这个车子内的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 而驾驶人呢 在造势之后 则徒步逃跑 后来警方在不远的地方将他逮捕 另外这是发生在昨天晚间 靠近休斯顿西南区 这是叫Half Drive的地方 由于有气候干燥造成的草原大火呢 造成三个民房被火烧毁 当时火是熊熊应该说是叫了多个消防队员来协助救火 那么好在没有任何人伤亡 而且消防队员还成功地将这燃烧的民房中的五只狗给成功地救出 另外在休斯顿东 就是西北区的地方 在East Meese Court的地方 也起了大火 那么几乎是三星级的大火 那么好在火是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 在上个星期五 今年六十五岁的越南义人士Len Na Tran 被法院判决四十年的徒刑 因为他在二零二二年 就是去年一月十号的时候 将他四十九岁的法妻 My Time Dan 活活打死 并且用这个nail gun 非常的残忍 用钉子枪将他致命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谋杀行径 那么根据警方表示呢 两人结婚不过六年的时间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发生 一直就是关系非常的不好 到最后这一名妻子死于残忍的家暴当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华尔街日报近日公布2024年最佳大专院校排名 但是在德州只有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和Rice University 几进了前百大 第一名为普林斯敦大学 加权分数为91.6 农工大学排名第38 莱斯大学第64 不过德州的奥斯林大学没有进百大 只有第118名导师出乎意料之外 整体来说 共有20所德州的院校进入华尔街日报的400强名单 包括了University of St. Thomas第158名 Texas Women University第204名 San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排名第206 University of Houston第208 那么修士顿大学的Downtown 和是第224名 贝勒大学居然是排在修士顿大学Downtown的后面 为331名 华尔街日报与研究团体College Pulse 及数据统计业者Statista合作 对全美400所大学进行评比 从预期的薪资 就学时间 教学品质 到校园多元性 逐一比对 最后一总分进行排名 关键的变数包括 与类似院校毕业生之间的薪资差异 与就续该院校后 与同类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差异 因此排名方式偏重于 毕业生就业后的发展 排名的重要变数 也包括了还清学费的年数 以及同类院校相比的毕业率 次要因素则是 学生对学习环境 种族涉及多元的满意程度 再来看一下San Antonio的消息 那么在San Antonio 9月10号之前的12个小时之内 发生了两宗警察 击毕暴力犯罪的事件 但这两个事件中 各有一名警察被歹徒开枪击中 警察局局长对检察官 一再让惯犯开示 深觉沮丧 执法人员每天面对的危险 无疑因此而大幅上升 San Antonio警察局局长 William McMagnus指出 40岁男子Michael Kirkland 有过六次重罪控罪和一次轻罪控罪 犯过很多暴力与枪械的罪行 但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屡次注销控罪成立或是延后审判 以至于Kirkland从来没有被庭审过 并且越来越大胆 在街头更是嚣张 上个月30号中午过后 市警局的街头犯罪小组 在巡警跟踪Kirkland 当时他是在10号高速公路附近驾车 当他看到跟踪的警车时 猛然把车子撞向警车 他们开车下来后 一面跑一面向警察开枪 并且企图挟持路上来往的车辆 还好都没有人停下来 接着他跑上10号高速公路 并且继续回头向警察开枪 当他想拦截一辆车子时 女性司机就是不肯就范停下 反而踩油门离开 Kirkland向他的方向开了好几枪 幸好那位女子没有中弹 几名警察向Kirkland开枪 他身中竖枪当场一命呜呼 有一名警察中枪送医 动手术后已没有生命危险 到晚上10点钟左右 警察跟踪了两名窃车犯 到环城的410公路与州际151公路交口附近的Home Depot 那一辆被暴失车辆的驾驶人突然开门下车逃跑 警察追逐后双方开火 偷车犯被警察击毙 但是也有一名警察被嫌犯击中 那么警察局局长Mike Magnus表示 30号这一天对市警局是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天 警察希望维持治安 但是警察单位和法院却是一再重放有极多前科的惯犯 这些人知道反正被抓到 禁拘留所关个几天又可以出遇逍遥法外 警察对他们已经起不了任何的嚇阻作用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感谢世界日报所提供的资料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